我真的是高估我自己的实力了 先放一个片头吧 首先呢我想感谢一下这一阵子 一直默默关心我 替我想办法 还有简单的粉丝朋友 这几天呢 箱子也是收到了很多很多 鼓励我的私信 在这里呢 箱子想统一的感谢一下大家 谢谢 看到这一期视频的标题 大家想必已经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对就是私信我自己的粉丝 然后呢亲手删掉它们 你还真不要脸 我可能是B站第一个这么做的杀掉up主 我们现在先来说一下流程啊 一页列表显示20个粉丝 一共呢可以查看50页 我需要呢先复制粘贴粉丝的名字 然后通过电脑端的QQ 发送到手机的QQ 然后呢复制粘贴到B站 然后再搜索 最后发私信给粉丝 其实这样我想起了 我赚第一桶金的时候 在工厂做流水线工人的日子 就是单一的重复这一整套的动作 真的我挺羡慕B站的那些官方账号的 他可以把消息群发给所有人 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现在的这个号的粉丝的总数啊 看现在的粉丝总数呢 有32,880人 再来看一下我这几天最多一天能删多少个粉丝 最多一天668个 还有508的 还有454的 这都是我自己手动删除的粉丝 而不是他们主动取关的 对 全是我自己删的 现在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40分 挑战一天的时间删除1000个粉丝挑战 正式开始 挑战一天删除1000个B站粉丝 这可能是我20多年以来做过的最杀雕的事情 私信自己的粉丝然后亲手删除他们 按照一分钟私信三个粉丝的速度 一小时可以私信180个 如果完成私信1000个粉丝 也就是1000除以180等于五点五五五五五五六小时 四捨五入也就是六小时 我真是个天才 还有就是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复制好的粉丝的ID 只要手机QQ保持这个电脑传输文件窗口 在后台运行 手机粘贴板就会直接跳转复制好的这个泥称 真的太神奇了吧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在的时间吧 已经是晚上的7点08分了 然后呢我也是没有一直去删这个粉丝 我中午呢吃了一个饭 在下午的四点多呢我去接弟弟放学 然后回来做饭吃饭 然后一直到现在 还有就是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可能我删的比较多了 他不让我删了 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现在我发完私信再点这个移除粉丝 再点这个移除粉丝 再点确定 请求过于繁忙 请稍后再试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先不给大家看我删了多少粉丝了 明天我们再来揭晓一下这个答案 现在呢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10点32分 然后呢我送完弟弟上学之后啊 我就回来继续发私信删粉丝 现在呢又遇到了昨天晚上相同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 当我私信之后要移除粉丝的时候呢 我点确定 又是请求过于繁忙 请稍后转世 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从昨天上午的10点40分到现在的10点35分 我一共删除了多少个粉丝 看一下 现在呢粉丝还剩下31880 用32880减去31880 正正好好是1000人 也就是说我成功了 花了一天的时间 成功的删掉了自己1000个粉丝 现在呢我们再去B站来看一下 有多少人回复了我的私信 从昨天到现在呢 一共有89条私信回复 现在我们点击去看一下吧 这里又有回复的了 等你回来 B站的大家等你回来 加油呀 要加油啊 还有一个也说了很多的 虽然呢可能私信1000个粉丝呢 都不会有100个人去回应我 但是呢其实我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去把我这件事情去告诉之前关注我的那些粉丝 还有就是大家可以放心的一点 就是我已经没有那么难过了 也没有那么伤心了 虽然呢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还是蛮大的 但是呢我也不能以后每一期视频 都表现得愁眉苦脸的吧 那样的话以后我的视频谁还敢看呢 一点点来就看见我在那里那样的 可能大家也不会喜欢 就是那么伤感那么那么郁闷 像有抑郁症一样的我了吧 还有就是如果我心情不好的话 可能我也就没有没有心情去录视频 所以呢既然我坐在这里录视频呢 就说明我已经调整好我自己了 还有就是我发现了一个今天的大秘密 那就是当你删除了500个粉丝的时候 他就会显示请求过于繁忙 请稍后再次 昨天可能就是我删除了刚刚好500个粉丝了 然后他就不让我删了 今天上午呢我也是删了很久 删到1000个的时候 他又跳出来了 又跳出来说 请求过于繁忙 请稍后再次 我可能是第一个发现这个今天 大阴谋的UP主 对 就是我这么一个自己删除自己粉丝的 杀掉UP主 原来我是打算用10天的时间 删除2万粉丝的 但是呢 现在我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 啪啪啪啪的打脸了 真的 根本就不可能一天三两天 这个工作量说实话 太大太大了 我觉得一个人 人生当中能有一些大起大落呢 也算好事吧 也算是对我的一个成长 更何况呢 还有大家在后面去默默的支持我 去关心我 就像现在我在录视频一样 就说明我其实已经调整好我自己的心态了 我也能够坦然的去面对这个事情了 我现在呢 也打算重新开始去拍一些更严谨一点的视频 更好玩一点的视频 嗯 更加有意义一点的视频 生命没有第二次 我希望我以后的每一天